哈嘍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非常快的帶大家看一下 核心立吉特今天新推出的活動關卡 回遊迷途 那這個關卡開放的時間 下面寫還有27天 不過 我不知道實際開放的時間有這麼多嗎 可能有些時間是用來兌換獎益的吧 上面好像是寫活動關卡開放到21 然後你可以兌換的時間 有兌換到28號 所以應該後面的一些時間 是拿來兌換獎益的啦 好那這個活動究竟是在玩什麼 我們來到中間這個遊津密宗 這邊的關卡會隨時間慢慢開放 應該是每一周會開放五關 打這些關卡通通都不需要消耗體力 這些關卡的挑戰使用的是一個叫做 潮細節門票的東西 活動期間我們每天登錄 就可以拿到四張的門票 如果你通過一些 關卡也有機率會掉落這個門票 一天最多可以從掉落獲得8張的門票 有這些門票之後 我們進去挑戰這個標準戰鬥 可以獲得下面寫的一些獎勵 其中比較特殊的是一些可以贈送給 四個體提升好感度的一些道具 不過這個禮品道具不是固定掉落的 固定掉落的比較重要的就只有 這次活動要用的紀念幣 好那再來左邊這個演習戰鬥又是什麼呢 演習戰鬥就是我們可以不消耗門票 直接去挑戰這個關卡 但是你不會獲得獎勵 你可以獲得手通獎勵跟解鎖自動戰鬥 但是不會獲得剛剛可以看到的一些 活動道具或者禮品道具 那為什麼要使用演習戰鬥呢 因為這一次的活動挑戰 其實是一個競速的項目 通關時間壓縮的越短的玩家 最後在活動結算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更好的獎勵 那這邊最後就算你的活動結算之後 排名排在一萬以外 還是可以拿到異式模組的獎勵 未上榜 我猜應該就是你沒有把關卡打完的話 可能就拿不到這些獎勵 那這個競速的成績是怎麼算的 除了是我們這個關卡 最快的通關時間以外 左下角有一個完美通關時間 假如說你的通關時間小於 他的完美通關時間的話 他系統會自動把你計算成 你是用完美通關時間來通關的 假設第一關我只有花5秒鐘就通關了 但完美的通關時間是40秒 那最後我的結算時間就會算作40秒 好呢 接著我們就來講一下 這個活動的道具可以做什麼 或者怎麼獲得 首先我們每日進來這裡面 就可以拿到200個免費的活動道具 另外能夠獲得這些道具的地方 在主界面左邊的燈塔裡 在這邊我們有每日挑戰 跟通關一次性可以拿到的一個獎勵 拿到這些活動道具 只好在活動介面的右邊 就可以兌換各種不同的道具 那值得一提的是 在這個兌換裡面 給的金幣量還蠻大方的 光是我們今天第一天能夠兌換的量 就已經可以兌換 百萬以上的金幣了 而且後面 假如說你有多的幣的話 也是無上限可以兌換金幣的 其他你也可以兌換一些強化角色等級 或者強化超級等級的素材 那活動前面有一些 只能夠兌換一次性的比較稀有的道具 那這些道具的獲得需要我們 累積獲得一定數目的這個活動道具 才可以去做兌換 其中比較特殊的是微光的時裝 微光是三星的一個醫療角色 不過目前用的人可能稍微少一點點 然後在時裝界面我也沒有看到他的時裝 所以可能只能等兌換出來之後才可以看到 其他我們也可以兌換的道具有 像是家具 還有能夠提升 通條等級的一個道具 不過要六個才可以合成啊 好啦那這部影片就簡單快速 帶大家看完這一次的活動了 那我自己認為比較可惜的是 假如說時裝 能夠兌換出一個我 比較常用到的角色的話 我會更喜歡啊 不過免費的我也不強求啊 好吧那這部影片就先要到這邊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然後喜歡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